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系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房市不妙 专家说新竹台南清空万里 紧浙县市下雨 不知道前阵子大家有没有看黑暗荣耀 里面有一个坏蛋呢 他是一个新闻的播报主播 今天要化身为新闻的播报主播 房市的气象战来说呢 台北市的状况是晴时多云 新北状况是多云时寝 桃圆市的状况是晴时多云 新竹县市是晴空万里 台中市是多云时寝 台南市是晴空万里 高雄市是绵绵细雨 跟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它这些集聚所表现出来的市场的氛围 根据新的市调资料显示 整体Q1的房市概况比去年同期差 但是相较于2022年的Q4是有回温的 其中台南市与新竹县的房市最强 目前处于晴空万里 台北、桃园、台中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寝 专家表示今年Q1新竹的交易量虽然明显的萎缩 但是主要是推案量少 所以萎缩量也少 买气仁相当不错 预期今年金华区新案成交价高位 应会看到8字头 2019年前大新竹蛋壳、蛋白、蛋黄的新房房价 分别是1、1、2字头 那现在已经成为2、4、7字头 也就是新竹的蛋壳现在要卖到2字头 蛋白要卖到4字头 蛋黄要卖到7字头的状况 那台南市的房市目前属于上升的阶段 新案每周可以成交3户以上为全台的最高标 台南不止新案的表现强劲 中古物的市场也很强 目前台南蛋壳蛋白蛋黄的新案房价 大约是2、3、4字头 蛋黄的新案成交价均价也接近了5字头 高雄是七都唯一在下雨的房市区 主要是因为去年推案报大量 但是台积电设厂的消息 大家应该都有耳闻 目前是一个暂停的状况 所以买气急动导致市场明显功过于求 目前已有部分的建案让利 后续要看台积电设厂的进度 预料短期不会快速恶化 进入寒冬暴雪 但台北市各区的市况强弱不一 整体较去年末明显的回温 南港车站展览馆站 新案成交均价 多已占到1平100万元以上 内湖因涨幅相对落后 买盘更为坚持 西湖、文德、内湖、东湖等多区段 价格持续上扬 除了东湖以外 其余的成交价多在九字头以上 另外捷运中校复兴到 姑父金宁的管一带 线上的新案与预推的个案 期望成交底价已升至 一瓶200到220万 房价水位一块鱼 信誉区计划起头 专家表示这个价格如果卖得动 蛋白区的房价 就还有可以期待的空间 这个是目前整体房市 在6都加1的一个表现的情况 我是知道台积电产庭的消息 然后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说什么红海要前进高雄 要复刻下一个台积电 整个很问号 现在这个消息满天飞 所以有的人出来先讲 就会被人家讲说是带风向 当然以台积电来讲 它4月20号之后的法说会为主 那因为现在听到的消息是说 它目前可能新竹宝山的 台南的 高雄的 这些场应该都暂停了 那新竹应该就不会在万里晴空了吧 可能有一点点乌云出来了 没错 因为它第一季的财报没有达标 投资人也都在看 还有包含巴菲特 他有出来讲话 他为什么当时会把台积电的股票卖掉 种种的这些讯息 目前对于除了刚刚上述讲的 北市新北桃园以外 剩下的城市好像多数都跟科技业 半导体业有一些相关的 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 他们的这个房价 如果说只是短期 那可能就是下一下 如果说它是长期下去 可能都会不能达标 那当然会影响 如果说只有第一季没有达标 第二季又赚回来了 问题就不大了 那最近听到的消息是说 联发科不知道是哪一个厂 它的薪资好像是对半侃 再来就是 我也有听到一些园区相关产业 至少在那边做了将近 十七八年一些主管 分享的是说 今年半导体业应该不会好 明年呢 现在也还看不到好的趋势 但是不是说明年不好 是说还看不到好的趋势 当然这是一些他们的经验 但如果说有对于园区 或是半导体产业更懂的网友 你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相关的资讯 如果说今年真的都不好 如果这个朋友所说 对于这些区域的房价 以及现在这个房市的状况影响下 价格稍微松动 我认为是蛮有可能 这些区域房价稍微松动了 可是他的购买客呢 又是属于这些相关产业的居多 这些人会不会下手 又是一个问题了 可能他自己公司 不管他的薪资啊 或是他年终啊 分红啦 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可能也不太敢下手 这个我们可能后面还在看 因为现在只是新闻消息刚出来嘛 出来之后 我也赶快去问了一下了解一下 大概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但是还不明确啦 等4月20号之后再说啦 可以看到的状况是 在高雄就可以看到说 当时台积电说暂停不去了 高雄就开始眉眉细雨了 新竹一直晴空万里 当然就是因为他科技城市来讲 他是发展最久的 也是领头的一个科技城市啦 但是现在会不会有问题 就是一个问号 还要再继续看一下 如果只是短期的问题的话 那我想对于房价的影响可能就不大 但是如果说他不是短期的话 那我想势必会有一些影响 会起风 会成像起风了嘛 对不对 没错 那刚才讲的北市啦 新北啦 包含桃源啦 他们比较多数的是 以台北的外推人口来看啦 以北市这段时间 他没有大涨 但是他也没有大跌的状况下 其实手购族或是年轻人 或是甚至有时候手换 你要在这些区域买房子 都会难度较高 所以他的外推现象还是会有 但是不会到像前段时间 这种科技城市热潮的一个氛围啦 但是我觉得外推效益还是会有 包含我们像上次讲的 比如说在新社工站那边 三重那一带 他如果说是已经政府确定要做的话 我相信他未来发展会有一个定调 再来你说桃源的话 其实还是有些区域 我觉得相对涨幅力道不够 但是会不会有人去看 我觉得还是会有 毕竟北市的房价真的还是蛮高的 你如果说想要在北市 现在年轻人又不想住旧房子 太多的问题 那你要去存那个自备款 感觉存不到了 因为你绝对追不到 他现在就是你快存到的时候 他突然一个小小的涨幅 涨个5%就好了 以他的总金额 总价去看涨个5% 那你可能又要多存个 很惊人 对 要多存个一年或是两年 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那我宁愿往外面退一点 然后我的频数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这边的状况 我会觉得他是温温的啦 不会像是科技类城市 他这个上上下下 太明显 你也会知道多数人进去 也是期待那个未来嘛 未来还没有来之前 问题来了 状况来了 那他就会受影响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吉 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